Hello 今天又想說一下教會謀論 我已經忘記了是第3集還是第4集 其實試完幾天前 其實我都出了一個IG post 我就說有些教友跟我說 關於被人的問題 其實這個理論我都聽了很久 如果你們是有天主教的信仰 或者是你們回到教會都知道 一般的教會都不主張我們去避人 不主張我們是用任何的方式 包括是避孕套、避孕針、食藥 甚至是體外射精 全部都是被教會禁止的 很小時候未懂事的時候 已經聽過這個理論 最主要是教女生一定不可以避人 為什麼不可以避人 而且一定要生育滿地 簡單來說其實它有幾個大原則 第一個就是要生養眾多屁滿全地 這個是聖經裡面寫的 接著就是不可以使用任何避孕工具 來阻止自己華人 因為這個行為是剝奪了神對做人的主權 第三就是無論生多少 神都一定會看顧 所以我們要對神有信心 第四就是避孕措施的發明 主要是出於滿足人的淫慾 好濫交而不知華人的後果 所以如果你是對神有信心 如果你是屬神的話 你不應該去做這些違背神旨意的事情 而且呢 這個的發明 即是悲隱的發明 其實真的貢獻了這個世界的敗壞 好了 這些原則基本上 都可以在網上很流行的找到 為什麼我會無故看起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前幾天和一個女生 他就是回開教會 一個很虔誠的教友 我們走一走家常 然後說起 原來他家裡是有九個兄弟姊妹 和他自己 他就是大家姐 我當下就很驚訝 我說九個你家人是怎樣 然後他就開始告訴我 他說 陳姊妹你可能還未真的相信神 你還未對神有足夠的信心 但他自己其實都是剛剛二十出頭 其實想解釋給我聽 就是說 他說其實 除了宗教 即是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是不主張人去避人的原因 是因為要生育滿地之外 生育這件事 其實都是顯示對神的信心 例如他會覺得 他爸爸只有爸爸做事 媽媽就不用做事 他就會覺得 爸爸一個人都可以養到我們十一個人 其實是一個 在香港來說算是一個奇蹟 因為他爸爸其實只是做律師 他說做律師 可能會給其他公會賺多些錢 但我想都未去到這麼誇張 是可以養到十一個人 而且那十一個人是無憂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自己和他對落的妹妹 其實都是借錢讀書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說你不覺得養不到這麼多就不要生嗎 就是很基本 我們一般人都會想的事情 他就說 是因為你對神沒有足夠的信心 你會覺得 你要夠錢才可以生 如果你對神有信心 你就會覺得 生出來一定會養到 因為這個是神的安排 我說不是 我說其實你父母真的給你這麼多時間嗎 你可以說 你不介意有沒有錢 或者這個不太富裕 你家裡長大 但是 你家人應該花不到這麼多時間 陪你們九兄弟姊妹 然後他就告訴我 不會啊 因為我們長大的照顧小 小也照顧更小 他就說 大家都會很獨立 其實都不需要靠媽媽 或者爸爸 總之 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 總之 一家十一口 就很開心 但是他一直說很開心很開心 我不太感受到他那種喜悅 我只是覺得他 每一件事都要找聖經 或者所謂這些基督的原則 去支持他自己 所以我對這個所謂的基督的原則 真的很有保留 而且不斷地說要心慾滿地 當你不買這一套 當你告訴他 我想要多些資源才生 或者我不想生 他就會說 你五逆神的旨意 如果你不想生 如果你是因為 怕不夠錢而不生 或者怕養不大而不生 或者被癮 他就會說你對神沒有信心 或者是蝕足了神的名 或者是背棄了我們的祖先 之類的所有這些事情 我小時候聽到大的 而且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真的從小到大 被人洗了這麼多年老 我都沒有像這些人 去麻木地跟著這一套 而且是不會想後果的 其實說真的 他家已經是比較幸運 因為他爸爸是律師 那你三十九個 我想他再努力一點 都可以養到十一個人 香港人 但是可能 大家都不會有一個很好的環境長大 可能三個兄弟姊妹要迫在一間房間 或者甚至四個人 我家裡十一個人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呢 如果你真的愛惜你的子女 你是不是真的會被他們在這個地方長大呢 是不是單純說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因為我對神有信心 所以我會養得大他 我要我的子女成為屬靈的兒女 那 就沒有問題呢 其實對我來說 我自己是養多一隻狗都不會的 你們知道我只有一隻粟米仔 其實我是可以養多一隻的 或者甚至養多一隻貓 我不敢做的原因 很大的程度 是因為 我不想我的狗被分薄 我不想我的狗的時間 和我給他的愛 是會被其他分薄了 那其實就是這麼單純的理由 我愛我的狗 我就不會想 我沒有時間給牠 或者我給不到愛牠 但是似乎 我覺得很多基督教的家庭 都不會這麼想的 他們是會以他們的規定 或者他們口中的神先 總之神要我生 我就生 那為什麼會生到九個呢 其實他媽媽只是四十幾歲 因為你不斷地不避孕 那你不斷地生 其實生到某程度 我的身體都很殘忍 我看見他媽媽也是沒什麼精靈 沒什麼精神的 那我覺得很合理的 而且他們不主張女人出去上班 他們會用職業女性這四個字 去說一些女人的 即職業女性這四個字 在教會來說 我知道是negative的 那 我完全沒辦法理解 那不是我想到一件事了 假如女生的經手人不肯認數 那你基督徒也可以走 老也可以不認數 那你叫個女生怎樣呢 那你教會一定會被他墮胎 墮胎是很嚴重的罪行 那你叫他怎樣 生出來 照生 然後養大他 還是怎樣呢 即是你不讓他避孕 或者你不讓他選擇 其實你某程度 即是 你當他的身體是什麼 你當他是一個再體 不斷地去生育 然後就是不斷地去生育 其實我從小到大 在教會 都是不被鼓勵去工作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我這個人 你很難相信我在教會長大 我從小到大 我都是 就是 被灌輸一套 尤其是在外國 女人是不用工作 女人是應該照顧家 一個職業女性 是一定可以摧毀了一個家庭 還有避孕 還有就是要不斷地生育 要服從自己的丈夫 要去做家裡所有的事 基本上 就是要老公出去做事 那如果你想調轉角色 即是男人在家 然後你出去上班 都不行的 總之就是女人的職責 就是有一定的規定 他不會理你 究竟你擅長什麼 或者你想不想去見識這個世界 總之其實是聖經的安排 神的安排就是最好的 基本上都沒有選擇 例如教會的事務 有些事情一定要有男人做 女人是沒有那個權力 所以其實我知道很多基督徒 都在看我這條片 因為你們看到我談論 關於教會的事情 但這件事我真的沒有辦法可以妥協 關於所謂的生育本地 這個地球其實你們不覺得已經太多人 太多很惡劣的事情 我知道你們總會跟我說一句 假如所有人都是相信福音 都是歸信 這個世界就會很好 所以你們要生得更多人出來 去美化這個世界也好 或者是要自己的子女 是成為熟靈的兒女 你們會給一萬個理由去自己生孩子 但你們不會去想一下 你自己可以給到什麼子女 甚至我身邊也有很多 教會的家庭的朋友 其實他們真的不給人 真的一路一路這樣生 那麼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不想去批評他們 但是 我見到他們一點都不開心 在這條片我已經不是想說 究竟生育到最後 你那些的下一代 是否變成了社會低下神齒倫這些問題 而我就是想說 單純以宗教來說 不斷地去生育滿地 然後不避孕 然後不斷地生育 究竟是不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我真的完全不相信 跟了這條條例之後 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加好 如果你們是這麼愛神 這麼愛這個世界的人 最簡單 我之前說過LGBT 就是同性戀 Transe 這些團體 這些小數的人 你們都不去接受 你們說什麼愛 說什麼熟靈的原侶 說什麼你們是基督徒 怎麼充滿愛 你們說了那些同性戀走 然後怎麼去譴責他們 怎麼叫他們落地獄 這些話我真的聽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都不太長氣了 今天這條片呢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 可以讓你們留言說 那 對了 我好頹 講這些話題 真的很不開心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